财经报短短一个月之内 出现了20具浮尸 更有7名越南籍人士 疑似遭到人蛇集团丢包身亡 没有想到海巡署 在3号晚间屏东外海 再度发现可疑的渔船 查获了12个人 想要偷渡来台 全数遭到压解并扩大侦办 海巡署人员登船检查 第一眼就发现有异常 船上人员咀咀呜呜 因为船舱下方 竟然有好几名男男女女 躲藏在内 原来他们全是偷渡客 九男三女 全都是从越南来的偷渡客 由于人数众多 海巡署还紧急增援 共同压解这一伙人 众人被带回方辽渔港 移送法办 事发在3号晚间8点多 海巡署人员发现屏东顶辽西外 两海里处有渔船 行机可疑 抵达冲暴位置后 更观察到船上没有捕鱼的渔具 明显不对劲 深入一查人赃俱获 陶险12个偷渡客 全都没有新冠肺炎症状 经过快筛也呈现阴性 但由于近日台湾周遭 才陆续出现20具浮尸 疑似就和非法人舌集团有关 警方不敢大意还要深入追查 按一违反入出国疑及民法报请 台湾屏东地方检察署 指挥海巡警政 移民等相关单位扩大侦办 利用非法方式走私 不只造成国内防疫压力 甚至可能赔上性命 恐怕得不偿失 记者王主任王一婷 屏东报道